黃宇坤先生 好,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是一個現職的教育心理學家 我想教育局多番強調 其實BCA可以幫到學校 幫到老師去改善教育質素 如果我作為一個前線工作者 甚至很多時候給一些意見的老師改善教育 我覺得教育局這個說法 是完全神化了TSA和BCA的功用 舉一個例子 我想以中文閱讀雪卷為例 其實每一年都會出 會叫一些學生在課文裏面選一些詞語出來 填上一些填充裏面 看看學生在目標上是否掌握到 理解到所學的詞語 其實我也想問一句 假如學生真的在文章裏找不到這樣的詞語 其實代表甚麼呢 其實如果我們從我的專業角度就是 有機會學生本身識字量低 很多字其實本身不識 也有機會學生本身的口頭理解能力量 也可能是在整個文章 甚至填充題的句子去不理解 也有很多學生其實很簡單 就是視覺的搜尋能力量 他其實知道詞語是甚麼意思 但是找不到而已 但是最後 其實都不關出詞卷的事實 其實這些詞語就是一定 只是可以給到一個意見 就是學生理解掌握詞語是弱 但是為甚麼弱呢 如何弱呢 是做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說是改善到教學質素 改善到老師教學的方法 那怎樣幫助到呢 這個其實是很大的疑問 而事實上我想老師其實最需要 就是在課堂上觀察一下 透過他的教育活動 透過一些課課 甚至他們自己設定一些 叫做Telermade的一些試題 去瞭解一下同學 他們的學習能力和學習需要 我想這是每一個老師 在一個專業訓練上應該做到 其實我想很多同工是很願意去做的 所以其實我想看不到 如果說BCA是一個 叫做好幫助老師手 叫做改善教學方法 這個講法我覺得完全不行了 所以最後TSA是剩下甚麼功用呢 其實就是純粹 就比較學生學生之間 全國學生比較 甚至是比較學校之間 那些學生的水準 大家是怎樣 那這個唯一的功用就變成這樣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假如學校之間是 即是很強調 要比較自己學生的水準 參與全國學生的水準的話 其實最後就已經變成一個 我們叫做學校之間 互相競爭的文化 那所以為何粗連得出來 為何TSA最後會異化呢 其實這是很自然會發生的事 那事實上如果 我想教育局假如花這麼多公帑 其實每年 如果花了八千萬 在整個TSA 那如果小三行都三分一 二千六百萬 其實如果用這些錢 用在其他地方上面 我更加有用 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剛才有一個議員所說 中大QSIP 我想很多我們涉足學校 都很欣賞這些計劃的 你把這些錢花些 真是叫做 給到實質教學建議 那些學校的計劃 是不是更加理想呢 多謝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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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